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在五行派来说 他很害怕日主受克 然而在日主受克的一个状况下 他会变成好的他无法感受 坏的他会感受特别深 所以在五行派他很重视日主受克 然而日主受克他有分为本命的日主受克 他还有分为大运流年所造成的日主受克 然而本命的日主受克 他并不是我们重视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这样 所以本命的日主受克 他只要不加重官杀的力量 也就是官杀力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 他就按照正常的批法 就是我们常讲的 透过五行流通 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的这一种的特质 那一旦加重了 加重了他的压力就会变很大 这样子的时候 就是直接论他不好的这一块 大运流年造成的日主受克 这一种情况是 你本来没有事的 你突然变成有事 这个他就会比较严重 很多人他就会在这时候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 例如经商失败 离婚 这一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各位你就会了解说 很多我们所重视的 我们五行派所重视的是 大运流年 他所造成的日主受克 所以当一个大运 或者是一个流年进来 他的排列组合是产生日主受克的时候 那一年你就要特别注意 或者是那一个大运你就要特别注意 他会是你人生的一个低潮 因为日主受克是压着你 把你压下去的一种情况 所以就算是好 你也感受不到有那么好 但是只要坏 你就会加重那种坏的感觉 然而很多人来讲 他不知道说 日主受克不见得就是从这一边出现的 最简单的日主受克 他就是所谓的出肝 出肝就是出现在天肝的意思 然而出现在天肝 他是出现在哪个位置 他出现在流年 还有流月 这两个位置 只要你的日主 他出现在这两个位置 你就要特别注意 像今年为任赢 是不是天肝为任 所以你假如是任日主的人 你今年就要特别注意 或者是 像现在是什么月 戊生月 戊来讲的话 是不是 你是戊土日主的人 你就要特别注意 这一个月 因为这个月 你出来了 出现在流月 就很容易会受伤 然而出现在年的 他是月份 就是会有几个月 出现在流月的 他是日子 你就会知道说 任 那就戊土克戊水 戊月 这个他就要特别注意 假如像这一边 假如是人月 人月的话 他就要特别注意戊日 他们的严重影响性 这个流年 你出现在流年是以月份在算 你出现在流月是以日子在计算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莫名其妙 我的八字不是就没有事吗 怎么这个月 怎么那么衰呢 可能那一个月刚好就是 你属于你流月的出竿 造成你日主授克 所以各位 这是最简单的两个日主授克的情况 其他像这一种的 他就必须要透过五行流通 下去判断 才会知道说 他是不是产生日主授克 所以在五行派来讲 日主授克的类型分为两大类 本命的日主授克 这个是他本来就这样 不要加重官杀的力量 他就可以正常的运作 第二种的状况 就是大运流年所产生的日主授克 然而当中 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日主授克 就是你的日主出现在流年 迫着是流月 这一种情况 他也会产生日主授克 所以当这几个日主授克 你了解了以后 你就会知道 会批八字的 就是注意一下 我这个年到底会不会有这一种现象 你假如不会批八字的 最少最少 你每个年里面 你要注意一下 哪一个月你会日主授克 或者是今年我的日主出竿 到流年 今年就要特别注意 你不会批八字的 你就记得 日主出现在流年流月 他也一样会导致日主授克 而流年你就注意月份来克他的时间 流月 所以你就注意日子来克他的时间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